汉明帝永平十四年 为迎接印度高僧来中国一经传教 嵩山里一座大法王寺 威然耸立 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 这座寺庙为弘扬佛法做出过巨大贡献 然而不曾料到 千年后 寺庙的地下竟浮现 一座神秘地宫 打开宫门 一具赤裸裸的青铜色干枯尸体 正坐立在石砖上 夕阳的余会中 大法王寺 送走了最后一位乡客 众僧打扫完院落 合上了寺门 僧人们开始用膳 膳臂便各自回房休息 接替他们的是几名守卫 夜半三更 僧人熟睡 守卫一如既往的魂不守舍 但今夜的大法王寺 显然来了许多不同寻常之人 组队前来的蒙面大盗 已经混着夜色 悄然潜入法王寺内 此时 他们正摩拳擦掌 准备着大干一场 这次的安逸行动 盗贼其实谋划已久 因为不知道哪阵风 让他们笃定 法王寺塔下会埋藏珍贵的宝物 人熟一把洛阳铲 东造西锤 地下的泥土 被层层剖开 还未见到棺木与宝藏 一众贼人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 土层中显现出一扇十颗门的轮廓 半圆形的门楣上 饰满花纹 左右门飞上各颗有一侍女 头腕双击 体态风鱼 手捧气舞 镶响站立 线条优美而流畅 徐徐如生 此门精雕细琢 非同寻常 门内相必有不菲气舞 这一票干成了 盗贼们缓了过来 门石坚硬 盗贼们一时无法攻入 但天降破晓 他们决定先收工 待明日再来 寺内 守卫已有所警觉 寻拨了好一阵 正纳闷着 为何一直隐约听见动静 却见不到身影 此时 从地下走出的盗贼们 正好与守卫打了个照面 盗贼仓皇而逃 守卫穷追不舍 最终 体力不支的守卫被盗贼甩下 贼没有抓到 但让守卫感到疑惑的是 难道他们是盯上了四塔下的荷物吗 守卫回到法王寺后 顺着盗贼挖开的洞口的位置 也走了进去 突兀的一扇门 让守卫愣住了 后来听到声响前来张望的僧人也愣住了 在法王寺住持多年的众僧 还从未听闻 这地下还暗藏着这样一个神秘的空间 谨慎起见 法王寺立即联系了考古学家与文武专家 天一亮 专家们匆匆赶到 经查看 原来 昨夜发现的还只是一到十个假门 但被专业人员打通后 里面的场景更加的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这是一座尘封已久的地宫 穿过假门背后 一条长达九米长的通道 四方分布的踏到 宫门 涌道 宫市映入眼帘 这里的布局也显然被精心设计过 一行人提着灯火 在昏尘幽暗中向着宫内走去 这座地宫在此之前还从没有被人发现过 专家们结合现场推断 地宫应该是在法王寺建成后 没几年就被人封了起来 虽然历经千年无人踏入 但地宫的内部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 较为混乱地呈现着 不过尽管如此 宫内大量藏匿的文物与古籍 看上去却依旧完好如初 考古专家清理出土的铜器 瓷器 陶器 玉石器 棒器 琉璃器等二十余件文物 虽然数量并不多 但几乎渐渐都是精品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记载佛家文化的史册也被公开 里面的内容专家也未曾窒息过 这些文物史册让专家们振奋不已 但随后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意料之外的惊吓 随着深入的探索 专家发现地宫内的偏僻异角里有一处墓室 打开室门 里面的景象让在场所有人的瞳孔放大 伴随着粗喘的呼吸声 他们的手心手背不知不觉已经全是汗 墓室的石砖上 一具干枯的青铜色尸身直接裸露在空气中 轮廓清晰可见 而尸体的姿态竟然定格在双腿盘坐 双手叠压放在胸前的端庄模样 按理说 千年的时间 尸体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腐烂 更何况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直接的暴露在空气中 但是 神奇的是 这位枯座的尸身肉体却完好 也没有腐化为白骨的任何迹象 这具尸身为何以这样的方式 在法王四地宫内肉身不符的枯座千年 联想此前挖出了众多佛学史册 专家推测 这很有可能是一位在此作画的高僧 在佛教界 入葬一般有两种形式 即火化与作画 火化是最普遍的一种方式 僧人的骨灰会被装进坛子中 然后放入地宫埋葬 而作画的一般都是高僧 大贤将至实 高僧静静盘坐直指缘迹 而后 他们的真身会被胡上一层泥 在严严实实的包裹后置于地宫中 这样高僧便能长坐不倒 尸身也不亦腐朽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处证据是 这具枯尸面前有一方雕刻着 人手鸟身的玉石盒子 在用专业工具打开后 专家看到里面有一颗精致的 舍粒子 舍粒子是一种佛教的圣物 其外表为五彩要目的坚硬朱壮 佛教经典中有所记载 舍粒者 世界 定 会之所熏修 甚难可得 最上福田 也就是说 舍粒是由修行功德练就 通常只有高僧可以守护 现在 舍粒子出现在了法王祠塔下的地宫里 那么 这座神秘的地宫为何与 佛有着如此深妙的联系 而这位枯座的高僧 有何名何姓 有着怎样的身份 地宫被挖掘后 为了找寻更多的古迹与信息 地宫方圆的数公里 也被专家纳入了勘察范围 在地宫外围附近的一侧位置 专家发现了一块重要的碑文 他们在研读碑文上密密麻麻的字迹 价值翻阅和参考的大量资料和史册后 揭开了法王祠与佛教的渊源 也进一步猜测了高僧的身份背景 以及他的游历经历 永平年间为隆重迎接印度高僧摄摩藤和主法兰来中国一经传教 汉明帝下令修建法王寺 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 公元七十一年 短短数月时间 登峰市北五公里处 寺庙得以建成落地 而后 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 法王寺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后 建造最早的寺院之一 其规模越来越大 地位越来越显赫 一位又一位得到高僧来到了这里弘扬佛法 到了隋朝建立的时候 法王寺已经成为了国内文明的古叉 为了彰显佛教的重要地位 专门向法王寺布施里格射离子 也就弑地宫里发现的那刻 除此之外 在四北 还多了一座高达四十余米十五层的古塔 即法王寺塔 此次发现的地宫也正是在法王寺塔的塔基之下 随后的唐朝 佛教的发展迎来了鼎盛时代 唐朝同志者信奉佛教 佛教僧人皆备受礼遇 与此同时 佛学在唐的对外互通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包容 唐朝使劫王玄策出示天主 日本天皇派遣唐使来化研学 文化交流密切 一派欣欣向荣 公元八百三十八年 一个夏初的清晨 一艘日本的史船 从博多湾城封东井 四十六岁的元人法师也在船上 这位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 九岁便出家 诗世广至 如今仪秦义僧的身份 从日本随遣唐使远赴中国巡师求法 学习佛教经文 元人法师在大华盐寺 竹林寺都沿学过天台教义 对中国的佛学崇高的敬仰 后来 元人法师没有跟随使团回国 而是开始了独自在中国的修行 元人法师留堂十年间 足迹踏遍了江苏 山西、河南、安徽等七个省份 他将所见所闻与感悟撰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 就是被后世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的 入唐求法巡礼记 也称为现代史学家 研究唐代历史的一本非常著名的史料 元人在书中详细地记述了 他在七省的所见所闻 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节日、祭祀、饮食、禁忌等习俗 所经过的地方的人口 出产、物价、水路交通的路线和驿馆 新罗商人在沿海的活动 和新罗人聚聚的情况等等 还有唐代南北佛教寺院中的各种仪式等 元人也都做了详细记载 常年游历山河 修行有道 造诣精进 元人法师转而开始年复一年的致力于中日两国佛法的交流传播 与弘扬推广 本以为如此度过的一生 却因为一场混乱与大法王寺结下了长达千年的不解之缘 唐朝后期 攀镇割据盛行 唐朝经济在繁荣中逐渐没落 长期以来 中央财政仅依靠江南多省的税赋收入 而佛教寺院土地不用向朝廷输送客税 僧侣也被免除富裔 也由此 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为了减轻繁重税赋造成的生活负担 替法为僧 顿入空门 但唐末 财政收入捉襟见肘 这一现象被统治者视作了损害国库收入 触犯本国利益的象征 公元841年 慧昌元年 刚刚登基不久的唐武宗李延舍斋 款待前来讲法的僧人道士们 唐武宗兴致高涨 听得连连点头称赞 结束后 僧人倒是准备离开 唐武宗赐给了每位道士一件紫衣 而对僧人则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他下令 所有僧人不得穿着任何紫衣 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 唐武宗倾向于道法 而佛法已然被排斥 很快 在唐武宗执政的短短六年时间里 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斥令被一一签署 发布 慧昌两年 公元842年 唐武宗下令没收寺院财产已冲国库 慧昌三年 唐武宗下 杀杀门令 仅因为谣传有翻阵的金系甲半僧人藏在京师 经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果头僧就有三百余人 慧昌四年 则斥令禁差大型寺院佛堂 勒令僧尼还俗 慧昌五年 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 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四两所 每次留僧三十人 天下各节度使之所留四一所 留僧从五人三十人不等 其他寺庙全部拆毁 僧尼全部还俗 不过六年 佛教彻彻底底的被打压 寺庙灵落不堪 佛物尽毁 众多僧人被驱逐流浪 在中国修行传佛的元人法师 亲眼目睹了毁佛的这场戚风枯雨 起初 他匆忙整理 携带着五百五十九卷佛教典籍与承传渡海回国 但谁料归途中风起云涌 凶猛的海浪打得船身飘摇不定 岌岌可危 船夫只能紧急在岸边停靠 此时 船已飘至山东门灯线 元人法师熟知山东附近的河南 有座生名赫赫的法王寺 上岸后便前往嵩山投诉寺院 但不久后 法王寺也未能幸免于破坏 躲在寺内的元人法师 深知归国无望后 决定留在这座寺庙 用余生守护佛教典籍与圣物 法王寺里的一位高僧天儒 以生虔诚向佛 身处佛之动荡的他也是忧心不已 听闻元人法师之举便决心与他一同守护 两位高僧在法王寺塔下秘密地挖通了一座地宫 人手鸟身的玉石盒 在佛经的形象里 人手鸟身 是喜马拉雅山的一种神鸟 飞翔在西天的极乐世界 给极乐世界带来着欢乐 打造这一盒子的用意 带着一种神圣的目的 两位高僧将当年帝王赐给法王寺的那颗佛社里装进了盒子 隐含之意为佛仍然在西天的极乐世界里 后来元人法师年事已高 开始在地宫里终日静坐 外面的纷扰丝毫打乱不了他内心的秩序 守护的数百卷佛教典籍也被他一读再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 直到公元864年元人法师在盘坐中圆祭 而天儒高僧去向如何已无法考证 千年之后 地宫重建天日 作画的高僧没有倒下 舍利子也在佛和中金堂 元人法师用毕生保护下来的佛家文化资料 也为现如今的佛教发展以及国家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 在历经了1900多年风霜的沉淀后 大发王寺 香火延绵 仍是不少信仰佛教之人虔诚的圣地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